字幕�� 長 各位早安 我們上個禮拜把稱會評評完 因為講到稱惠的對峙方式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休息慈悲喜捨四無量心 所以我們在稱惠品之後 就跳到道地裡面的四無量心的解釋 上次講到說這個四無量心的定義 基本上陳時論認為說 這四無量心都是磁心的差別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解釋是跟有部不一樣 有部是認為說四無量心都是不一樣的 各個別體 可是陳時論認為說 四無量心就是磁心的差別 所謂的磁心就是 願一切眾生得安樂的這種 我們講義上寫善心 那嚴格講是指定心 因為這個無量心是屬於禪定 所以這裡的善心其實是指定心 慈心是願一切眾生得安樂的定心 那他和稱相為 悲心呢 悲心是和 腦相為 這個腦呢就是說 從稱念進一步發起想要傷害眾生的行為 所以呢 悲心呢他是不腦而 憐憫一切眾生的慈心 悲心其實也就是慈心啦 只是說在慈心上面呢 進一步這個能夠去憐憫眾生 像陳時潤講到說 這個 有些人他能夠就是說有慈心 可是呢他不能夠有悲心 所以呢這個悲心是在慈心上面 進一步的憐憫 憐憫一切眾生的這種心 那喜心呢 喜心他其實也是慈心的差別 他是見一切眾生得到好事而歡喜的慈心 那什麼是捨心呢 捨心就是對一切眾生慈心平等 像我們講義第三頁最後有講到說 這個我們人哪都有冤親的分別 一般來講呢 我們對於親友啊 慈心悲心喜心比較重 對於這種非親悲悲怨的呢 慈心悲心喜心啊 就比不上對於親友的 對於冤家呢 那這慈心悲心喜心又更弱了 所以呢最後呢 要讓這些 讓這個慈心平等 對於這個冤親啊 慈心平等 悲心平等 喜心平等 這個就叫做捨 接著講到說要怎麼樣休息 我們可以發現說 這裡陳時論所講的這個休息的方法 都是一種思維的方式 其實陳時論這裡對於這個休息的方式啊 他很簡略啦 如果按照這個 有步 或者說是聚色論裡面所講的 前面的步驟 前面的步驟呢 這裡陳時論他 他省略掉啦 他只講說 如果我們在散播 慈心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調伏自己的稱心 那要怎麼休息呢 按照聚色論所說 第一個我們先要思維自己的快樂 在清淨道論裡面啊 也是這樣子講 那為什麼要思維自己的快樂呢 為什麼說 我們休息慈心 要先思維自己的快樂 這個是把自己當成是一個基準點 來涵養同理心啊 就是說 不是只有我自己想要快樂 所有的人啊 都想要快樂 那我知道說 我想要快樂 然後我能夠去 生起這樣的同理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的 先去這樣子呢 思維說 我自己希望快樂 別人也是如此 所以呢 我祝願一切眾生 都能夠得到安樂 但是呢 這個 一開始呢 就願一切眾生啊 會遇到困難啊 其實 這個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想到呢 我們這個 有一些這個 有願對的人呢 要我們祝願他們快樂 會覺得有困難 所以呢 如果有困難 就要先 從個別的人做起 先從個別的人做為這個 慈心散播的對象 所以要先把這個眾生分為 七類 這七類呢 要按順序 依次的 去 對他們呢 休息慈心 第一個是上清 第二個是中清 第三個是下清 第四個是處中者 就是說 非清非願 第五個是下淵家 第六個是中淵家 第七個是上淵家 那什麼是上清呢 比如說 父母 以及佛法上的師長 或者說這個 具智慧的同修道友 這個是屬於上清 那所謂的處中呢 包括說 不認識的 認識 但是沒有互動的 或者有互動 但是沒有恩怨的 那所謂的上淵啊 它 是針對說 奪取我的 名譽 要奪取我的 生命 甚至奪取我的 親友 這種叫做上淵 所以呢首先是從上清開始 如果按照 帕奧禪師的說法 其實 修習慈心 如果呢 具備這個 這個 之前就已經具備了這個 禪修的基礎啊 它有一個禪定的基礎 會比較好修習啊 就是說 因為其實它涉及這個觀想嘛 那如果說 對於一個從來沒有禪修經驗的人 他要去觀想這個像 他是有困難的 按照 帕奧禪師的說法呢 就是說 要觀想這個對方呢 他是這個微笑快樂的樣子 然後呢 把自己身上的這個禪定之光芒 禪定的光明呢 投射向對方 作為一個娛樂的方式 因為涉及觀想 所以對於沒有禪修經驗的人 來說呢 這個是困難的 那當這個 行者呢 對於 上清呢 修習慈心呢 能夠 這個 就是說 給予 願他安樂的 這樣的一個心 能夠堅定了 這個時候才能夠 換對象 換到中清 那 同樣的呢 要對這個中清呢 呃 就是說 祝願他 得安樂 那 這個 祝願的這個心 這樣慈心的強度呢 必須和上清是一樣的 中清的這種與樂的這個心意呢 堅住了之後 才能夠換到下清 那 同樣的對於下清的慈心呢 他的強度是要跟上清一樣的 所以就這樣子按照這個1234567到最後上院 對這個上院的這個慈心的強度呢 和上清一樣 就是說呢 這個 二到七啊 要與上清等 那當完成了這個步驟之後啊 就要開始擴大 擴大所緣啊 就是說擴大這個住院的對象 從一人變成多人 變成整個 比如說整個台北市啊 比如說先從我們的教室做起 然後呢 變成 能夠對整個基金會的這個法友呢 休息慈心 乃至於對整個台北市 對整個台灣 對整個世界 那其實他所 慈心所休息的對象 並不是指限於人啊 也包括其他的這個 像這個 地獄、惡鬼、畜生、天人等等 那如果說在我們講的這個步驟裡面啊 如果遇到困難的時候 就可以用到像陳時論現在所講的 這些思維方式 比如說我們在對處中者呢 住院他的時候遇到困難 或者對這個冤家呢 住院的時候遇到困難 那我們就可以參考陳時論所講的 這個 慈無量心的休息 所以這裡說啊 這是要用什麼樣的方便啊 才能夠獲得 用這些方便來調伏我們的稱心 第一個是要思維 稱慧的過患 以及慈心的功德利益 我講義稍微又增加了一點點啊 就是說他這裡講後面要說到 持稱慧的過患 因為我們之前是讀稱慧品嘛 稱慧品裡面就已經講到了 那我仔細再看了一下後面啊 其實他後面呢有講到啦 就是說這個 我們聲稱啊 我們其實聲稱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想要去報復別人啊 而實際上並不是對別人 並不會受到什麼果報啊 真正的受果報者是我們 我們對別人呢 就是說施以少惡啊 可是呢這個 返回到我們自己身上的惡啊 比我們所施予給別人的啊 不知道是有百倍 超過百倍這麼多 所以這個是稱慧的過患 那像我們一直講到說這個 誠實論裡面有講到說 要怎麼樣斷除稱慧呢 他有講四個方法 不曉得各位還記不記得 第一個是這裡講的 慈悲喜捨是無量心嘛 第二個呢就是說 如果能夠證得空無我智 自然就能夠斷除稱慧 那這對我們來講說 這個是最高階的這個方法啦 然後他有講到修習忍入 我認為說其中一個我們最容易 最容易修的方式就是 去思維稱慧的過患嘛 我們經常去思維去意念稱慧的過患 當我們要起稱的時候呢 我們就比較有能夠提醒自己 產生這個防護力 如果我們能多去思維稱慧的過患呢 也可以增強我們的忍入力 所以其實這個稱慧的過患呢 我們要常常意念在心裡 那實際上我們自己在人生中 也常常發生這樣的事情啦 比如說像我大發雷霆之後 我通常都是內心非常懊悔 懊悔個幾天啊 所以呢這個稱慧之後啊 內心懊悔 那如果旁邊呢 還有第三者 哇你遭受惡名 對不對各位 對啊 所以如果你是這個愛惜你自己生育的人啊 那這個對於這個稱心啊 就要很特別的小心防護 而且實際上呢 我們講說這個這個稱啊 其實是找自己麻煩啊 因為他 我們稱的時候是想要燒對方嘛 其實我們想要就是回擊對方 可是實際上呢 真正燒腦的是自己啊 我們雖然想要燒腦別人 可是自己得到的燒腦是更大更大更大的 那這個經中也講到說 對於有智慧的人 你要燒他是燒不到的啦 最後所有的全部回到自己身上 像我自己也感覺到說 這個稱真的是沒意思啊 已經很累了 像我們日常生活中 有好多好多的這些 所所碎碎呢 就是說 傷腦筋啊 傷體力的事情啊 然後呢 如果自己再給自己啊 去回味那些稱啊 真的是苦上加苦啊 就是說 實在是沒有意思啊 不要去聚焦這些不愉快的事情 那像這個更可怕的是說啊 就是說 呃 我們 呃 想要這個積極善業啊 可是有時候這個 因為稱啊 抓狂了 發為這個 老人的牲口業啊 老人的牲口業啊 那 這個 游獸這個情況啊 會 形成這個地獄報業啊 所以這個稱啊 是 我們講說這個稱啊 他是重罪啊 要非常小心的防護他 那 那 講到慈心的利益呢 比如說 像廖老師有提到說 對於現代人來講呢 最有效益的就是睡得好 呃 有天人守護 諸人喜愛 呃 各位不曉得有沒有遇過那種 那種 慈心能量很強的人 各位如果有遇到的話 那你就會發現說 呃 呃 我們要去思維 稱會並非一個修行者所適宜 呃 像廖老師之前也有提到說啊 如果 假設說 如果在生氣的時候 有人會這樣子講說 欸 你是佛教徒 你怎麼可以生氣呢 那像廖老師他就 可以收斂他的稱會啊 但是我常常會覺得說 蛤 你欺負我是佛教徒啊 呵呵 我會更生氣啦 就是說如果別人這樣講這句話 你是佛教徒怎麼可以這樣 那我通常可能會覺得說 蛤 你在吃我豆腐啊 吃佛教徒的豆腐 可是 呃 就是說以前是 這樣的一個反應啦 但是我們現在 就學佛久了之後 確實如此 我們知道稱會的過失之後啊 真的就是說我們修 這個修行佛法積極善業 稱會是要極力避免的啦 所以上次我們也提到說 在經中講到啊 忍路是沙門的法則啊 就是說 他不光是沙門的法則 也是每一個修學佛法的人 他所應遵循的法則啊 那經中說什麼叫做忍路 就是說 如果別人罵我們啊 我們不要以罵回報 別人打我們啊 我們不要以打回報啊 別人打我們啊 我們不要以打回報啊 可是一般來講就是說 別人的不好是很容易被記住啊 別人的好是很容易被忘記啊 我們一般會有這種情況啊 但是我們還是要 努力的呢 去記得別人對我們的好 別人的這個好處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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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去觀察呢 這個對方和我們 過去世可能是這個清眷 或者未來是可能是清眷 或者在未來對方可能成為聖人 或者在未來對方可能成為聖人 他行惡啊 他不但今次要受報啊 後世也要受報啊 這麼可憐啊 不需要再對他聲稱的 第十個是觀察這個對方的善惡啊 如果說對方是惡人的話 那惡人就是要作惡啊 為什麼要生氣啊 就像這個火是要燒人啊 火就他的本性就是在燒嘛 那如果我們被火燒到啊 也沒有什麼好稱的 因為火的本性就是如此嘛 所以這裡的意思是說 惡人的本質就是要行惡 就像火的本質是要燒一樣 為什麼要對惡人呢 加惡於我而生氣呢 第十一個就是把對方看成是病人 看成是被鬼附身啊 他被鬼附身啊 胡言亂語啊 就不要跟他計較了 第十二個呢 就是休息忍辱啊 那要這樣子思維就是說 我如果啊 對這個對方聲稱啊 我就變成反比之人啊 和對方沒有兩樣啊 所以我應當忍辱 那這裡就引用了兩首記 第十三記應該也放在第十二以下 他講到這個 這個調伏的大象啊 就是被人類馴服的大象 他能夠忍受刀和劍啊 我也像這個被調伏的大象一樣啊 能夠忍受種種的惡 又講到說 就是說被人啊 用惡口啊 罵啊 悔辱啊 被別人稱惠啊 小人就是指愚昧的人啊 他不能夠忍受啊 別人的這個惡口啊 就像石頭打在鳥身上啊 可以把鳥打落下來 讓鳥受傷啊 這個鳥就是比喻成 比喻這個愚昧的人 那對於大人 也就是有智慧的人啊 別人的這個惡口啊 就像是花啊 撒在大象的身上 一樣 一點影響也沒有 像我們之前讀這個 劍罵婆羅門的經文嘛 他拿這個糞土啊 撒向佛陀啊 逆風一吹啊 這些土啊 全部都落在這個 劍罵婆羅門身上 那佛陀的 佛陀就說啊 對於這個智者來講啊 這個他不會受到 別人的這種惡口的影響 反而是這個出言入罵的人啊 這個所加的惡啊 全部回歸到自己身上 再來就是 把惡事轉為功德 從諸惡中能夠成就功德 第十四 總思維呢就是 啊這個人啊 就像嬰兒一樣的無知啊 我為什麼要對嬰兒生氣 對嬰兒計較呢 再來講到 卑無量心的休息 在誠實論這裡 他都省略了這個步驟啊 他只講說 你遇到困難 你怎麼思維 那步驟也跟前面講的這個慈心 是一樣的啊 就是說 要 就是說去 住院啊 一切眾生都能夠離苦 如果說對於 一切眾生離苦 這樣的住院 會有困難的話 同樣的把眾生分為七類 順序也是一樣 第一個上親 第二個中親 第三個下親 第四個處中 第五個下院 第六個中院 第七個上院 按照這樣的順序呢 對他們休息悲心 然後呢 對於這個 就是說 第二類到第七類 對於他們的悲心 都要和上親是一樣的 那在這個過程中 遇到困難的 就可以用誠實論 所提供的思維的方式 比如說像這裡 第一點啊 這個 眾生 苦多樂少啊 所以啊 這樣子 生起悲心啊 我怎麼能夠對 痛苦的眾生 再施加諸苦呢 第二點呢 就是說這樣子思維啊 我怎麼能夠 阻斷眾生的所願呢 就是說每個人啊 他都是這個 貪灼的 那我們阻擋別人的願望啊 會使別人受苦 有悲心的人啊 他不會這樣子做 像我們俗語裡面講 君子有成人之美嘛 第三點就是思維 這個 一切的眾生 都是痛苦的啦 有的眾生呢 他是 現在就受苦啊 有的眾生呢 現在雖然是在享樂啊 可是由於無常的緣故啊 其實也是苦啊 一切眾生都有苦的成分啊 只是早晚之差而已 沒有得以逃脫的 就是說 我們去思維一切眾生都很苦啊 就能夠悲悯眾生啊 各位還記得阿含經裡面 詐阿含經 阿難問佛陀說 佛陀啊 你說有三種受 苦受 樂受 不苦不樂受 可是你又卻說 一切諸受 息皆是苦 你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阿佛陀怎麼回答他 各位記得了嗎 既然說有苦受樂受 為什麼又說一切受都是苦 對就是 佛陀說啊 他是從無常的角度 來說諸受是苦啊 所以現在雖然快樂啦 可是他裡面潛藏的那個苦啊 一般人 他也許在快樂中 他沒有安全感 因為他知道這個快樂很快就結束 再來講到喜無量心的休息 跟慈心一樣啦 就是說 見眾生得樂而歡喜嘛 那如果覺得說有困難的話 同樣也是按照剛才所說的順序 把眾生分成七類依序的休息慈心 要修到說對於上淵的這個喜心呢 和對上清的喜心是相等的 然後呢 把這個喜心的這個所緣呢 範圍擴大 遇到困難的時候就可以 可以像陳時潤所說的這樣子的思維 所以思維呢 極度他人得利 這個是反比之項 要這樣子想 我應當施予眾生安樂 他現在自己得到了 便是幫助我省下功夫 因此應當生喜 特別是有發菩提心的修行 這個行者啊 他對於第一種思維呢 他是很能夠拿來調伏幾度啦 我們接著看捨無量心的修習 那在這裡我們要注意就是說 陳時潤講說捨心其實也是磁心的差別嘛 所以捨心他就是指持心平等 悲心平等 悲心平等 喜心平等 那像剛才我們講到說 各位看我們剛才講的這個 修習持心的步驟 就說呢對於這七類呢 我們能夠對於上冤 我們能夠持心呢跟上欽平等 這個在陳時潤裡面就是捨心的 但是如果對於有步來講呢 他的捨心是另外要要另外休息 有步的話他會說啊 這個捨心的休息 有步說這個捨心是萬懷平等 他的這個特徵是萬懷平等 就是對於親人呢捨棄這個貪愛 對於願家呢捨棄這個憎恨 就是萬了冤親啊心形平等 那對於有步呢 他像陳時潤他不需要 就是說在剛才那個步驟裡面 當他對於上冤的這個慈心 達到跟上欽一樣的時候 就叫做捨心了 但是在他所以陳時潤不需要別休 可是有步說要別休啦 那就是說在這個捨的休息裡面啊 一開始要對一切眾生行捨 那是有困難的 所以同樣將眾生分為七類 只是排序跟剛才不一樣 第一個要行捨的對象是處中者 對於這樣的對象呢 非親非冤呢 內心保持這個平等是最容易的 再來是針對冤家 像在休息捨心呢 他把冤家這個休息呢 放在前面 這個親友的休息放在後面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有步說啊 這個稱比貪愛更容易捨除啊 就是說要對於這個稱啊捨棄 然後保持一個平等平衡的心 是比貪更容易的 所以呢 將這個冤家 放在這個親友的前面 那要修到說最後呢 對於上心的這個捨心呢 他的捨心呢 和這個處中者是平等的 就是說這個基準點是這個處中者 對於其他類的這個眾生 捨心的休息呢 都要達到跟處中者一樣 我們剛才講這個是有步的看法 那在誠實論裡面他不需要這樣 因為當對於 就是說磁心平等 悲心平等 喜心平等 這個就是捨心了 如果說在修習捨心 修習平等心 遇到困難 可以按照誠實論所說的來思維 第一個是思維心不平等的過救 那什麼樣的過救 我的理解是這樣 對一般人來講呢 對親友生起貪啊 對冤家生起稱 捨心就是要對之貪和稱 第二個是要去思維 對親友之貪和對冤家之稱的過救 比如說像對親友的貪啊 我的理解是這樣子啊 就是說因為貪愛親友啊 會有守護啊 因為守護呢 所以會產 跟這個來奪者呢 會產生這個鬥爭啊 爭頌啊 惡口啊 兩舌啊 種種的不善法 接下來我們看今天所發的講義 接下來是屬於比較哲學性的探討啦 前面是來講 一開始是這個定義嘛 接下來講休息的方式 然後呢是一些比較細部的釐清 這裡首先問 無量心在哪些禪地呢 他的意思其實是問說 藉由藉由休息事無量心 可以贈得哪些禪定 所謂禪地 我們講說 有 比如說御界啊 有御界定嘛 所以有御界地 然後呢 有初禪 所以有初禪地 有二禪 所以有二禪地 乃至於非想非非想處 有非想非非想處地 這裡問說 藉由四無量心 可以贈得哪些禪定 陳時論說呢 這個 三界的禪定啊 都可以贈得 這個說法是和尤布的主張不一樣的 我們在講義上有補充嘛 尤布裡面有很多派系啊 那 皮婆沙斯 他就是去編輯 大皮婆沙論的這一派 他主張說 這個 四無量心 所獲得的禪定 是在御界和色界 如果各位有學聚色論的話 那聚色論是否定御界啦 聚色論只講色界 但是在大皮婆沙論裡面 皮婆沙斯說呢 也包含了御界 那 慈心 悲心 捨心 所贈得的禪定呢 有七種 第一個是御界定 第二個是位置定 位置定 位置定就是指還沒有到出禪啊 出禪前的這個進分定 進行定 叫做位置定 第三個是出禪 第四個叫做中間定 就是說出禪是有巡有四定 二禪是無巡無四定 中間定就是在出禪和二禪之間的無巡有四定 然後呢也包括了二禪三禪四禪 那喜心跟前面不一樣呢 喜心指在三地 第一個就是御界定 第二個是出禪 第三個是二禪 陳詩潤的看法呢 他看有部不一樣 他認為說 修習四無量心啊 可以證得御界定 也可以證得四種色界禪 四種無色界定 那這裡又接著問說 這個有部皮婆莎師說 從第三禪以上沒有喜根 因此喜心啊 只在出禪和 只在御界 還有出禪二禪 三禪是樂 我簡單一想啊 就是說 出禪具有哪些特徵 用簡略的方式啊 就是說出禪它的特徵 包含了 尋、釋、喜、樂、心一盡性 二禪呢 他沒有尋、釋 就是說什麼叫尋跟釋 有這樣的解釋 就是說 尋是把心導向禪修目標 是是持續的把心導向禪修目標 就是我們如果要錄定的話呢 我們需要將心專注在禪修目標上 那個尋呢 就是那個導向的作用 是就是持續 持續、心持續安住在這個目標上的作用 有人用那種敲鐘來比喻 敲鐘呢 他會有這個震動的那個餘音 出敲的那一聲就是尋 持續的那個震動的餘音就是四 那二禪的要素呢 沒有尋釋了 只剩下喜、樂、心一盡性 三禪呢 連喜也沒有了 只剩下樂 還有心一盡性 三禪的樂壽是最強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講到說 呃 慈心啊 修到這個 慈心呢 休息多休息啊 他這個殊聖的這個境界啊 可以到這個 投生到這個 三禪有分三個天嘛 就是天界跟禪定有個對應的關係 那 三禪有三個天 最上面的那層天叫做騙境天 它是所有的天界裡面熱壽最強的 所以如果修習慈心呢 最殊聖的境界 呃 慈心修 就是說修喪慈 可以投生到這個 呃 三禪的遍境天 四禪呢 他是捨跟心一盡性 所以按照 有部的說法 他說 在出禪和二禪啊 有這個 洗受 所以呢 洗心 他只能震到 二禪 二禪以上 二禪上面沒有了吧 就是說三禪已經沒有了 所以呢 三禪這裡呢 就沒有 沒有洗心了 那陳時論的說法是說這個 不管哪一種無量心啊 呃 四禪八定都是可以震得的嘛 所以他這樣子回答 他說 我不主張 洗心屬於洗根體性 洗根就是指洗瘦啦 只根據為了立他 而內心歡喜不懶著的緣故 而稱為洗 數量心的體性都是會 所以 我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個洗瘦又叫做洗根 就是說 根 他的梵文 Indria 我們如果去查梵文呢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力量 根有力量的意思 那苦樂又喜捨 我們一般稱為五獸 但是又被稱為五獸根 為什麼要加上根呢 根是力量的意思啊 這是因為 這五獸對於隱身煩惱 具有強力的作用 所以後面又加上了根 就這五種啊 力量很大 那他是針對深煩惱而言 力量很大 那有不認為說 這個喜無量心 他的本質就是洗瘦 就是洗根 那陳時論呢 他不認為啊 他說這個 事無量心啊 其實體性都是會啊 都是智慧 不是洗瘦 在陳時論看來啊 喜心呢 喜無量心呢 是以智慧作為體性啊 而為別人得利 而感到欣慰欣喜 那這個洗瘦啊 是禪定所引起的這種愉悅感啊 不一樣 陳時論說 喜無量心 他是以智慧作為體性 而對於別人得利呢 感到欣慰 所以這個和洗瘦是不一樣的 洗瘦是由禪定所引起的這種愉悅感 所以陳時論 對於這個 事無量心的一些分析 和有步都不一樣啊 就是說對於 對於這個 事無量心的這個體性啊 他的本質 有不同的看法 陳時論說啊 事心都是以慧為自性 那 皮伯莎斯呢 他說 慈悲呢 是以無稱為自性 喜呢 是以洗瘦為自性 為什麼說無癫啊 就比如說 我們對親友的這個癱愛很強 在剛才我們講說 舍心的休息裡面 最後一個休息的對象是上親友 那我們對於上親友的捨心 必須跟處中者一樣 我們對於上親友的捨心 那如果在巨色裡面呢 又稍微有點不一樣 而士卿它本身是屬於有部裡面的西方詩 它是屬於劍陀螺那邊的 詞呢是屬於無稱 悲呢是屬於不害 害就是打罵這些行為 大皮婆沙潤的集成地在哪裡 各位知道嗎 現在在考各位印度佛教史 各位知道大皮婆沙潤的集成地在哪裡 確切的地方呢 我們古代稱 我們古代 對 我們翻譯叫做加斯米羅 加斯米羅是哪裡 加斯米爾 卡什米爾 加斯米爾 現在譯成卡什米爾 卡什米爾現在這裡大多是回教徒 佛教已經沒有了 那卡什米爾呢 西邊呢就叫現在是 巴基斯坦嘛 那加斯米爾西邊 有以前古代的地方叫劍陀螺 世青就是劍陀螺人 大皮婆沙潤裡面 大皮婆沙潤裡面 他把有部的各種派系的見解都寄進去 然後呢 以這個他們自己的立場 說哪個對哪個錯啦 是我自己 所以我們這些 加斯米羅論師講的才對 所以這些加斯米羅論師 又被稱為皮婆沙斯 那因為像劍陀螺在 加斯米羅西方嘛 所以他們被稱為西方師 世青的立場呢 跟皮婆沙斯不一致啊 所以各位如果 真的研究這些阿彌達摩 詳細起來這個很麻煩啦 你就會發現說 很多種不同的說法 大皮婆沙潤這樣說 巨色潤這樣說 然後誠實潤又說的不一樣 那我覺得說這個誠實潤 他的這種論意的性質 還是太明顯了 他覺得說這個 大皮婆沙潤啊 知理啊 過於知理講的東西太多 所列舉的太多 然後講哪個對哪個錯 那誠實潤之理他就不列舉 他直接講出自己的主張 但是我覺得說 呃 如果真的他想要 利益普羅大眾的話 他最好的方式就像 清靜道論 他只講怎麼休息 他不去做這些 各個論詩 論書之間的這些爭辯 他就不管 只講怎麼休息 我覺得應該是 回歸到這個 怎麼休息 可能會更好 因為他裡面的這些 這些 哲學上的這個議題還是太多 我之所以把 有部的這些說法舉出來 是因為要跟陳時論做一個對照啦 就是說你如果 其實陳時論他這樣講 他背後都有一個用意 就是說我和有部講的不一樣 我不同意有部皮婆莎師所說 所以如果 我不把這個列出來 各位會覺得說 他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子講 因為這些議題 在大皮婆莎論都討論過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 陳時論還是不能擺脫 大皮婆莎論的陰影 他其實可以大可不管他 就是說那些議題都不要管他 像我覺得清靜道論很豪邁 他不管 他就講他 這一宗的這個 怎麼修 他的重點就是 這個清靜道這個 真上三學怎麼休息 這樣就好了 那其他說 哪個部派對於這個 詳盡的分析 就不用理他了 假設是我啊 我如果寫 就是介紹事務亮定 我講到前面怎麼休息就好 那後面這些 就比較是那種 學院派的一些論述 那因為陳時論主張說 無色定裡面也有事無量心 這裡就問說 我們休息事無量心 我們要去觀想眾生啊 那現在在無色定裡面 是沒有色相的 我怎麼觀想眾生 我怎麼休息事無量心呢 那陳時論回答說 在無色定中沒有色相 眾生也是可以被分別 那他引用了經文 但是因為我沒有辦法 找到經文的出處 所以不知道這個經文的 實際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這裡他講得很含糊 他說這個在無色定中 也可以去就是說 休息慈心 他沒有講得很清楚 怎麼休他沒有講清楚 再來他又引用經文 這個經文是很難解的啦 就是說在這些論書裡面 提到這個經文的時候 都說這個經文 此文難解 引了雜寒經第七百四十三經 經中說 休息慈心 極遠獲得遍境天 我有去查巴黎文 這個極遠就是說 最殊勝的情況 這個最遠最極致 可以獲得遍境天的果報 休息悲心 極遠獲得空無邊處的果報 休息喜心 極遠豬心 極遠獲得 極遠獲得武所有處的果報 他這裡講到說 這個休息悲、喜、捨都可以達到無色戒 所以這個經文證明了 無色定中也有事無量心 那我把這個論裡面 很多不同的論對這個經文的解釋 我把它找出來 那我就發現說 就是說按照他們的解釋 這個經文所說的 就是說修慈可以得到什麼 修悲可以得到什麼 他這個可以得到的東西 其實包含了 就是說禪定跟這個來世的一手果報兩方面 這裡我舉大致度論的解釋 大致度論說 從慈定起 很容易能夠得到第三禪 從悲定起 很容易能夠入空無邊處定 從喜定起 很容易入事無邊處定 從捨定起 很容易入無所有處定 這是根據修悲 是無量心 所能進一步證得的禪定來說 那大致度論又說 慈心是祝願眾生得安樂 那這個因果相識嘛 那因是願人家安樂 果也是要得到這個樂 三界之中最快樂的地方 就是片境天 所以經中說 修遲 極遠能夠達遍境天 這個是根據 慈心所獲 來世一手果報來說的 所以這個經文 他說修什麼可以得到什麼 他其實 可以有兩種解釋 一種是說 所得的是禪定 另外一種是針對這個未來 所得到的這個投胎 投生的去處來說的 所以如果 我們把它當成是禪定來講 說修悲呢 可以證空無邊處定 所以這也證明了 無色定中有事無量心 那如果說修悲呢 他能夠得到 將來投生到空無邊處 那我們講說 定例跟將來投生 有個對應的關係嘛 所以也證明了說 至少就是說 他此生也是有 這樣的一個相應的定例 那接下來又問啊 剛才經文說 修遲極遠能得這個片觸暴 我們講說 呃 騙住 呃 這個片觸 呃 騙禁暴啦 對不起 所以接下來問啊 說那這個經文的意思 是不是說 在騙禁天 或者說這個第三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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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磁心而已 沒有其他的 沒有其他的 在這個空無邊處 空無邊處 只有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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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他這個空無邊處啊 包括了這個 投生的這個地方 或者是也包括了禪定 呃 是無邊處天 是否在 無所有處 只有捨心 那因為經文沒有提到 非想非非想處 呃 所以非想非非想處 呃 是沒有是無量心的 這個是針對那個經文 做這樣的發問 呃 我再 復述一次啊 就是說 經中說 修辭可以得到 騙禁天的這個 這個報 果報 所以這裡就問 那是不是在騙禁天 或者第三禪 只有磁心而已 沒有其他的 無量心 那經文說 悲心能夠得到 空無邊處報 那是不是在 空無邊處呢 只有悲心 沒有其他的 無量心 經文說 修喜呢 可以得到 世無邊處報 那是不是說 在世無邊處 只有喜心 沒有其他的 無量心 經文說 舍心 能夠得到 無所有處報 那是不是在 無所有處 只有舍心 沒有其他的 無量心 經文中沒有提到 非想非非想處 那麼 是不是在 非想非非想處 就沒有 無量心了呢 那陳時論呢 他說 在一切處 就是說 這個 四禪八定 這些地方 都有 都具備了 慈悲喜捨 勢無量心 然後陳時論 接下來解釋經文 他說 休息喪辭的緣故 所以 投身遍境天 因為 這個 葉 他能夠生起相似的果報 希求 就是要祝願 娛樂 給這個眾生的人 他也會獲得 樂報 遍境天 是三界裡面 最快樂的地方 那一個 休息 慈心 達於極致的人 我們講 喪慈 他也會得到 這樣的樂報 所以他可以 投身到遍境天 悲也是如此 因為有色身的緣故 所以 積極很多的苦 空無邊處 沒有色的緣故 所以 休息悲心 他可以 這個 獲得空無邊處的果報 就是說 悲是要拔苦 那我們的苦 主要是來自於色身 那在 這個 因為悲要拔苦 所以他也 獲得無苦的果報 所謂無深苦的果報 最基本的就是 空無邊處 再來講到 這個 為什麼說 喜心 修 這個極遠 能夠獲得 事無邊處的果報 因為喜心 他是一種 歡喜心 這個心非常的安事 非常的事意 那 事無邊處 他的這個心 這個在所緣中 所緣就是無量的事 事無邊處 他就是把這個心事 把它擴大到無邊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在這樣的一個禪定中 心非常的適宜 內心非常的適宜 非常的舒適 跟這個喜心的情況是相似的 我們講說 喜心是一種 就是說一種 事意的心理 那事無邊處 他的心理狀態 也是這個樣子 那因為有這樣的因 所以感得相似的果 那接著解釋說 為什麼修習捨心 極遠能夠到無所有處呢 下面跨湖裡面有補充的解釋 捨心是極盡的 因此佛特別將無所有處 說為修習捨心的果報 因為無所有處 捨棄無邊之事 而更為維繫更為寂靜的緣故 陳詩論說 非想非非想處 也有慈悲喜捨 勢無量心 但是因為這個勢無量心 他很微細 他不明瞭 所以金鐘就不提了 那陳詩論又在進一步解釋經文 他說 這個一切的地方 都有這個無量心 三界裡面 一切處都有無量心 根據在某處 某種無量心比較多的緣故 所以金鐘才會說 修習慈心 極遠獲得片進天 果報 諸如此類 然後陳詩論有解釋說 片進天中 慈心最為上等的緣故 因此金鐘說 修習慈心 極遠獲得片進天的果報 下面是我的解釋 這裡的意思是說 在片進天中 這個雖然都有四無量心 可是是以慈心最多 而且這裡的慈心是最上等的 所以佛在經文這麼講 那在空無邊處中 悲雖然都有四無量心 可是悲心比較多 然後這裡的悲心是最上等的 我們看一下第十一頁的經文 地點 在黃枕翼這個地方 有很多比丘 早上 著一遲播 要進入黃枕翼起時 這時這些比丘這樣子想 現在時間還早 起時的時間還沒有到 我們可以經過外道的金色 這時眾多比丘 就進入外道金色裡 和這些外道出家人 一起問訓、慰勞之後 就坐在一邊 那這些外道就說 就說你們的師父啊 沙門渠壇 渠壇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姓氏 所以外道都稱他為渠壇 渠壇 渠壇是不是為弟子們這樣子說法嗎 說法的內容就是 斷除五蓋 那這個五蓋呢 他是腦亂內心 他是惠力淫落 他是障礙的要素 他是不去向涅槃 盡色其心注釋念處 這個注釋念處的地方 這個這一段 這個在南傳裡面 南傳的相應的經文裡面 是沒有的 心與慈聚 無怨無疾 也沒有稱會 廣大無量 善修充滿 像這樣休息 悲喜捨心 也同樣是像這樣子說 我們也同樣也對弟子們這樣子說 我們和那沙門渠壇有什麼不同呢 都是能夠說法啊 就是說這些外道問說 你們的老師是不是這樣子教你們 而我也是這樣教我的弟子 我和你們的師父有什麼不同 我們都能夠說法 這些比丘聽到外道出家所說 內心不喜悅 保持沉默沒有 沒有這個回變回去 就從座位上起來 進入黃枕翼 起時之後 回到金色 舉一波 這個舉是放置的意思 把衣波放好 洗好腳 前往佛陀處所 積守禮竹 退坐在一邊 將剛才那個外道出家人所說的 詳細的告訴世尊 這時佛陀就對比丘們說 就像如同那個外道所說的 你們應當問啊 休息慈心啊 什麼是他的殊勝啊 休息悲喜捨心啊 什麼是他的殊勝啊 這樣問的時候 那些外道出家人啊 內心就會驚害閃失 或者說這個其他的事情啊 或者這個撐慢啊 悔止啊 違背啊 不能忍受啊 或者是這個默然啊 頹上 或者是低頭啊 沒有辦法就是回變啊 然後呢 好像在那裡想事情啊 為什麼呢 我沒有見到 種種的天人 魔 犯 沙門 婆羅門 天人眾眾 聽到我所說 這裡聞我所說 就是他所問的 隨順樂者 就是說能夠回答 就是說這些 這些天魔啊 這些犯啊 沙門婆羅門啊 這些人啊 聽到我所問的啊 沒有辦法回答 除了這個如來和身文眾之外 那佛陀就回答他的這個問題了 心與慈聚多休息 於禁最盛 這個禁在 中國的這些翻譯夾把它翻成 騙禁天啊 騙禁處 悲心休息多休息 空無邊處最盛 喜心休息多休息 事無邊處最盛 舍心休息多休息 無所有處最盛 就是說這裡 整個經文的意思就是說 外道啊 外道啊說 我們也休息 事無量心啊 那我和你們 我們外道和你們 你們這個佛陀啊 有什麼差別 那佛陀就回答說啊 他們沒有辦法回答 休息 事無量心啊 什麼是他們的 就是說最殊聖 可以到達哪裡 外道沒有辦法回答 那佛陀就說呢 這個與這個心啊 就是說修辭啊 這個最盛啊 可以達到這個 騙禁處 悲心啊 最盛啊 可以達到空 空無邊處 等等 這個是經文的內容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謝謝 接下來講到 事無量心的所緣 所緣就是指 他的這個 慈心悲心 喜心捨心散播的對象 那陳時論說啊 這個事無量心啊 他的果報很殊勝 因為是以眾生為所緣的緣故 所以現在教會問說 到底是以哪一些眾生為所緣啊 是不是這個眾生的範圍 是不是有被限定的 在這裡 陳時論呢 他的立場 又跟有部不一樣 陳時論啊 說我們這個 休息事無量心 我們祝願的對象啊 是三界 一切眾生啊 可是 有部的話啊 他說只限於 欲界的眾生 為什麼呢 他的解釋是說 因為我們 對欲界眾生 有冤親的分別 而會生起撐 為了對峙這樣的撐啊 所以是指以 預界的眾生 為了對峙這樣的撐啊 會有冤親的分別 而生起撐 為了對峙這樣的撐啊 所以是指以 預界的眾生 為了對峙這樣的撐啊 作為事無量心的 一個休息的對象 那陳時論就問說 為什麼不以這個 色界無色界的眾生 作為所緣呢 陳時論說 你應該再更 把理由說得更清楚啊 然後呢 又引用經典 佛陀在很多很多的經典裡面說啊 行者的慈心 普遍覆蓋 四方上下的一切眾生 像我們剛才念 雜然經第七四三經有提到嘛 慈心他是要充滿 四方上下 四為四方上下的眾生 經中明明就是這樣講啊 一切的眾生啊 那色界無色界的眾生 他也是會無常敗壞 他也是會墮入惡趣的 為什麼不以他們作為 這個事無量心的所緣呢 剛才是講到所緣 接下來是講能修習者 這裡陳時論又和尤布 有不同的看法 尤布他這樣子主張 他說 慈心他是要對之稱惠 悲心是要對之害 害就是指打罵 喜心是要對之極度 舍心是要對之欲貪 和稱 那這四種煩惱 它是屬於欲戒煩惱 色界和無色界是沒有的 四無量心 它對之的是欲戒的煩惱 所以呢 只有欲戒的人 才能夠休息四無量心 這裡提到是欲戒人喔 欲戒有我們講說五道或者六道 講五道呢 那個是把阿修羅呢 收射在天道或者是鬼道裡面 就是說欲戒有五道 可是呢只有人能夠修啊 以天人來講呢 他在天上呢 欲戒天人太快樂了 他不想要修行 那以地獄惡鬼畜生的眾生來講呢 因為太苦了 他沒有辦法文法修行 所以在五道或者六道之中 只有人可以修 可是呢 人又有四周之分喔 就是說 佛教對於這個世界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認為中間是虛弥山嘛 旁邊繞著四周 有東盛盛州 有東盛盛州 南散布州 又稱為嚴伏提拉 犀牛惑州 北聚如州 那我們這個世界是哪一州 屬於南占布州嘛 那四周裡面啊 能夠修的是前三個 東南西 北聚如州不能修 為什麼北聚如州的人不能修呢 因為這裡的人壽命很長 可以活到一千歲 壽命能夠那麼長 代表他的生活很安樂嘛 那因為在一個這個長壽啊 太快樂的地方啊 太安樂的地方 這樣的人呢 他是很難被教化的 安樂地方的人民是很難被教化 所以在北聚如州 沒有佛陀出世 這裡沒有佛 這裡的人沒有辦法聽聞佛法 所以在北聚如州不能修 有 北聚如州啊 他也是屬於八難之一 就是有八種障難 他是有礙於文法修行 其中一個就是投身在北聚如州這樣的地方 陳時論他不贊成有部啦 他說三界 投身在三界 就是說不光只是欲界 上二界的天人都是能夠修習事無量定的 這裡講說 人跟天啊 因為三惡道沒辦法嘛 那底下呢就問案說 如果色界無色界的天人 也能夠入世無量定 那麼他們這個福報很大很大啊 沒辦法耗盡啊 他即使在這個天界中啊 他命中了 他還是投身在這個 上二界的天界裡面嗎 那陳時論回答說啊 就算他們啊 能夠陷入 他們能夠陷入這個世無量定啊 呃 陳時論回答說這個 上二界的天人啊 他們有種種的善法 但是他們也會退堕啊 同樣的他們修習世無量心 他們也是會退失 最後也是會墮入到欲界中 那接著又問說 如果有你講的這個道理 這些上二界的天人 為什麼不快速的退堕呢 陳時論回答說 有像這樣子的業 雖然有退堕的因緣 但是卻不快速的退堕 就像欲界天人 雖然有善業 卻也投身惡道 此事也是如此 此事也是如此 這是說 上二界的天人 他雖然能夠生起無量心 但是他也會退失 他也會墮入欲界 在經中有講到說 這些欲界的天人啊 乃至於說這個犯天啊 他們如果就是說 墮落啊 他們啊 多生惡道 少生仁天 因為在這個天界享樂的時候 把他的福用盡了啦 接下來問說 修行慈三昧的人 為什麼冰嫩水火不能傷害呢 陳時論回答說啊 修行慈三昧的人 善福身後 諸惡不得施加 也被天人所守護的緣故 像有部也解釋說 他說這個慈定的威力很大 入慈定中 這個射身啊 會非常的尖密 就像石頭一樣啊 所以刀嫩是沒辦法傷害他的 就是這個 定本身的威力非常大 那像清靜道論 上次我們舉的那個 玉多羅幽婆儀的故事 不曉得各位還有沒有印象 就是說 他是嫁為人父嘛 忙於處理家事 沒有時間供養佛 聽聞佛法 然後他就想到一個方式 就是說他請一個妓女到家裡來 去服侍他的先生 這樣子他就可以有空閒呢 就是說供養佛陀 聽聞佛法 那時間久了 這個被聘請的女子呢 對玉多羅升起了極度之心啊 就把這個廚房裡面燒的滾燙的油 拿起來往玉多羅這裡灑過去 那玉多羅呢 當下對這個攻擊他的女子行辭 那這個熱油就像是冷水灑到他身上一樣 沒有任何的影響 清靜道論的解釋說這個是 他由這個磁錠引起的這個神辨力啊 所以其實就是說這裡解釋 就是為什麼修磁錠的人 沒有辦法被冰嫩水火傷害 就磁錠本身他引起的一種神辨力嘛 再來就是有天人保護 所以不會被傷害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